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这一期视频呢,跟大家聊一下啊 最近关于澳洲这个预扣税的一个变动 这个变动呢,其实预示了很多问题 所以想简单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那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什么叫做这个预扣税啊 简单来讲,预扣税是指 如果你在澳洲卖啊,注意是出售一套房子 并且呢,这个房子的价位呢,是在75万以上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没有办法 即时的提供这个完税证明 我们叫做Clearance Certificate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ATO啊 也就是澳洲的税务局呢 就有权预扣你房屋成交价的12.5% 作为一个预扣税 那举个例子,如果说你房子卖了100万 那因为这个预扣税的政策呢 你实际呢,只能到手87.5万 当然了,这个失去的12.5万不代表就没有了 而是呢,根据你实际的一个收入所得税的情况 到时候再申报,多退少补 那我之前呢,关于房屋的增值税啊 包括呢,这个每年的这个租金收入 怎么去报税的一些项目 跟大家有聊过 那今天这一期话题呢 关于预扣税我就先讲这么多 最关键的问题呢,在于预扣税从明年 也就是2025年的1月1号开始啊 有一个大的改变 这个改变呢,主要体现在两点啊 第一点呢,就是预扣税的起始金额 本来不是75万嘛 现在呢,注意啊,变为零了 零 也就意味着呢,任何的交易啊 都会有这个预扣税的问题啊 除非你能及时的提供完税证明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本来的预扣税的这个税率啊 是12.5% 那从明年1月1号以后呢 会涨成15% 也就是说100万里面呢 有15万会作为预扣税啊 每100万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更改呢 其实究其原因呢 就是澳洲政府啊 他有点缺钱了啊 或者我们说ATO比较缺钱了 所以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因为之前呢,有大量的这个海外的房东啊 他们买了澳洲的房子 而且呢,是以公寓为主 那我们知道呢 公寓的这个价位啊 除非是像悉尼啊 不然的话呢 其他的首府城市 公寓的价位呢 相对来讲没有这么高的 那75万以上呢 已经是属于高端公寓了 所以大部分的公寓啊 二手房卖掉的话呢 价位都是低于75万 那低于75万不存在预扣税 那很多这个海外的房东啊 就干脆不报了 他就是,就直接房子卖掉 卖掉以后 反正可能之前也没有税号 甚至呢 每年的这个租金收入啊 也没有去申报 那干脆就拿完钱就走了 以后呢 甚至都不一定来澳洲了 即使过来可能也旅游 也没想着未来要拿绿卡啊 等等等等 那这个事情就过了 所以呢 这个无形之中呢 对于澳洲的这个税务局 或者说政府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那之前为什么定下这个门槛 是75万呢 因为他们之前认为 75万以下呢 属于是比较小的case 即使去追这个税 相对来讲也追不了多少啊 这个人工成本算算可能 觉得不是那么划算 但现在呢 因为政府呢 经济不好 比较缺钱 所以呢 他们要加大这个力度 确保所有的税收 都能征收上来 所以呢 现在这个其实点 直接改为零了 那这样一来呢 也就意味着海外人士啊 他们只要房子出售的话 哪怕价格低于75万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就也要产生这个预扣税 换言之的话呢 他们这个报税啊 就逃不掉了 不可能逃了 因为已经预扣掉了嘛 之后呢 必须老老实实的报 甚至这样一来的话呢 有一些海外的房东啊 他之前就没有税好 之前的这个租金收入 也从来没有报过税 现在呢 就不得不要兜底翻了啊 那一旦这个预扣税发生了 那你这个增值的这一部分 必须去报税 对吧 那增值报完了以后 人家还要查啊 说哎 那你这几年的这个收入 对吧 你买进到现在这么多年 你这个租金收入 有没有正常报呢 哦 也没有 那不但是说要补交的问题啊 甚至有可能产生法金 所以呢 这个对于海外人士 其实是挺伤的啊 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不过呢 平心而论啊 本来呢 澳洲就是一个高税国家 而且呢 正常的去报税啊 本来就是应该做的 所以呢 他去堵掉这个bug 或者说堵掉这个窟窿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那以上呢 就是我对这一次政策改变的一个看法 不过呢 对于很多海外人士呢 可能因为这个政策啊 就会感觉有点瑟瑟发抖了 是不是要赶在今年年底之前啊 就把房子卖掉 而且呢 房子上市和房子卖掉 是两个概念 对吧 不是说你上市了 就马上能卖掉 一般来讲呢 如果说是别墅 基本上快一点 可能一个半月左右 如果公寓的话 卖的慢一点 可能两个月 三个月都是有可能 再加上卖掉 还不是交割 交割又要一个半月 两个月 那这样一来 要四五个月了 对吧 所以呢 很多的一些海外房东啊 现在就在考虑了 我是不是要房子啊 最近就赶紧抓紧上市 然后呢 趁着这个明年一月一号之前就成交掉 然后呢 就跑路拉倒了 这个呢 可能是会一部分人产生的想法 这个是我的分析 那总而言之呢 这次政策的改动呢 我本人来讲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并且是无可厚非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的 那这一期内容呢 就简单的聊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老样子说一句 如果您在澳洲墨尔本 有一套房子 想要最近出售的话呢 欢迎私信给我留言 或者在评论区留言也可以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